你也不是 这个案子我不同意 为什么 曾总监啊 不可否认 我今天玩得非常开心 非常敬心 也会享受这个游戏的过程 但享受归享受啊 还是得回归到现实里 我是个生意人 我必须为这个经营成本 还有这个资金考虑 按照你的说法 如果要建造一个像这样一个的游乐场 那造价是非常高啊 而据我所知呢 那目前世界上还没有一个像这样的游乐场 那我请问你 你怎么去评估它的经营状况 怎么去试算它的这个收益率 你无从考究啊 您的顾虑 您的顾虑 我有考虑到 嗯 据我的调查 正海集团在徐海市有一个经营不是那么好的游乐场 我们可以把那儿当作是一个试点 只要稍稍进行一点改变 就像我们今天所做的设计是一样的 它可以成为一个全新的主题乐园 然后呢我们可以在那儿 替新的游乐园累积人气还有资金 更重要的事情是 我们可以在那儿进行大规模的市场调研 好 姑且这个方案可行 那你刚才说了 这个游乐场本身它经营不善 没有热点没有人气 你怎么把它给炒热起来 做广告啊做宣传啊 如果我花了大把的宣传费在这个 这个试点上面 但是它依旧没起色 拒绝不了人气 那我宣传费不是就打水漂了 我不同意 我才是自己一定的 我才能打光 你呢 我才能打光 你呢 我才会打光 你还能打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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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才能打光 你还能打光 我才能打光 你最喜欢的 你还能打光 我才能打光 你这就得光 我才会打光 段正芳 你太让我失望了 你就是个商人 爸爸经营那么大个公司 我要搞个项目 我不能因为它是个新项目 有新意 我就忽略了它的背后的隐患和代价 我必须要全面性地考虑到 公司公司 你就知道你的公司 从小到大 你知道我真正需要的是什么吗 你知道我真正想要的是什么吗 自私 对 爸爸 你 我觉得你今天表现特别棒 真的 我很羞愿 谢谢 我也以你为荣 你今天表现特别好 其实我觉得你真不用太难过 真的 就怪那个老头他太古板了 一点都不识乎 你又不能这么说 每个人看事情的角度 跟态度都不一样 你要想不可能每一个人 都跟你的看法是一样的 对吗 而且他说得也没错 我忽略掉的那个部分 的确要投入很大的资金 会变得成本太高了 那也是他的问题啊 不能因为他资金不足 就埋没了一个 这么好的方案吧 雷雷我跟你说啊 他要是不感兴趣 咱们找别人去 咱们先来 咱们先来 呆咱们先来 等会吧 距离 早上 也不再来 咱们再来 忙什么事 咱们看 你能帮我想个办法吗 你能帮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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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 那这下有点意思了 我们得去测溯热闹 怎么回事 我听说段正芳今天不来了 一会儿我会跟大家详细解释 你挺喜欢的 但正芳所要提到两点 第一是宣传费 第二是市场反应的不可预期性 这是在创意发展阶段 所没有考虑到的事情 我忽略了炒热冷门游乐场的 合理预算分配 这个是我的失职 对 这就是你的失职 为什么提报案提前了 改载了游乐场 你不事先通知我们一声 那你就没想过自己会失败 没想过说服不了段正芳妇女吗 破派 是你的过于自信 导致了这个案子的失败 如果当时大家在场 还可以缓和一下局面 想一些对应策略 不至于像现在 连个回旋的余地都没有 人家干脆不来了 我还是支持 POPAY的做法 我觉得就是要让段正芳 在不知情的状态下去玩 这样才能玩得尽兴 这样才能去深刻地体验 我们这个节目的趣味性 独创性和可操作性 特别怪我说你啊 公司内部谁不知道 你俩是一伙的 你不就是想帮他推卸一下责任吗 我跟P&D是一伙的 就事论事啊 事情到现在这个地步 偷拍要负全责 现在是追究这个的时候吗 现在当务之急 是得想有没有弥补的方法 你不认识 你刚才说段正芳 不否认他昨天玩得很开心 是 那就证明 他对你的创意和想法 是赞同和认可的 我们只要再想想 有没有办法去解决 他所提出来的问题 反正不让大力宣传 还得活起来 我觉得不太可能 我确实想了很久 也没有想到一个 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 所以如果是因为这个原因 导致公司没有接到这个案子 是我的权责 是你的不周全 导致了这个案子的失败 你就等着索菲亚找你聊吧 你把昨天在游乐场 发生的所有的事情 写一份报告给我 越详细越好 包括这件事情的动机 过程 以及现场达到的效果 好的 希望总部能够考虑到 项目的难度 网开一面 我们部门还有会 我们就先走了 早该走了 不好意思啊 没打扰大家开会吧 你们怎么来了 张总监 好久不见 我们听说 PG最近在做一个 以亲子为主题的游乐场 我们对这个案子非常感兴趣 张总监 您也知道 在拍了您的广告之后 我的父亲形象和身份 得到了大众的认可 并且带起了一股亲子风 所以我觉得 我应该是这个游乐场 代言人的不二人选 韩逸 离你现在的身价 你之前翻了不止两三倍吧 首先 刚才韩逸说了 这个代言非常符合 他现在的身份 第二 韩逸本身是非常喜欢游乐场的 第三 跟郑海集团的合作 对韩逸以后的发展 会有很多的好处 第四 也就是最重要的一点 因为这个项目 是张总监 您的案子 我们相信您的眼光和实力 谢谢 所以这个案子呢 我们只收市场的底价 当然了 这个行业的规则是不能破的 我希望 三房公司都可以保密 你没听错啊 张总监 我真的觉得这个代言人 没有人比我更合适了 那这样子吧 麻烦二位到我办公室 我们讨论一下合作的细节 然后我立刻跟郑海方面联系 好 找个联系 这ιο标呀 就自己做吧 喂 什么事 真的假的 什么情况 没见过 姐 姐 那个 您签了 什么签了没 PG的合同啊 你不是说我一分一秒都不关心你吗 谢了 吓死我了 你怎么不着急啊 我错了 你让我花了一个晚上的时间 想你的事 知道了 再一个 谢谢爸 好 那你忙吧 我走了啊 去吧 拜拜 拜拜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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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啊 你找我 恭喜你 只能说崩溃路转 但是有惊无险 主要还是多亏了韩依跟若曦 还是靠你个人的积累达成的 你当着无愧 这是我个人送给你的礼物 这次的成功 对你今后在PEG的发展至关重要 祝贺你啊 这个太贵重了 我不能收 别客气了 谢谢你的信任 加油 走吧 大叔 嗨 大叔 你高不高兴 高不高兴 高兴 当然高兴 一双心事终于了了 你问个哪是高兴的样子啊 我这个才是啊 高兴就好 希望我设计的是你想要的 是 是我想要的 我特别特别喜欢 合作愉快 大叔 跟彤彤一样 大叔 晚上叫着丁长江和PG的同事 我们一起去吃饭吧 改天吧 段总那边还得等我出一份 详尽的计划书 还有什么代言啊 其他的部门都得等我出合同呢 那就周六吧 周六我爸我爸的游体 请包了我们一起出海去高兴一下 好 这个周六不太方便 你怎么那么多事啊 你烦不烦啊 这个周六是彤彤生日啊 小丫头生日啊 对啊 他回国之后第一次生日 必须得陪他过 这事简单啊 交给我咯 就当是我献你的礼物吧 这一次 包你们 去哪儿啊 出海啊 出海 出海 跟谁啊 和PG的同事们一起举办庆功宴呀 我给你们一块儿去 爸 我们年轻人开派对 您就别去操热闹了吧 你开那个游艇好像是我的啊 来啦 来啦 小丫头每天奔个脸多没劲啊 走 姐姐带你吃好吃的去 是我叫他来的 你知道那天为什么 韩逸会突然出现在公司吗 震海集团这个项目呢 缺少一个形象代言人 我觉得韩逸是最合适的人选 你看 你们能帮帮忙吗 可是自从上次那件事件以后 他的档期排得非常满 好 挡车钱都不是问题 这个事我一定去 谢谢 奥利沃跟露斯说 让她千万不要告诉你 是她委托他们俩帮忙的 你怎么知道的 露斯告诉我的 有的事情啊 还是旁观者看得更清楚 大叔 干吗呢 都来不及了 你快走吧 四个了断吧 你快走吧 你快别看得到 你好 带来 你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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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吧 我快点 我快点 你快点 祝你生日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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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董 生日快乐 今天呢 不只有蛋糕 爸爸还给你准备了生日礼物 你离开爸爸十年 其实每一年你的生日 我都有给你准备礼物 可是因为某些原因 我不能把礼物交给你 我也不能跟你一起过生日 只是我的失职 我在这里向你道歉 可是我向你保证 从今天开始的每一天 爸爸都会陪着你 每一年的生日 我一定会在 这个 是今年我送你的礼物 大叔 现在哪儿还有送照相机的呀 你吐不吐啊 我为什么送你照相机 是因为 之前 我们几乎没有什么合照 每次我想你的时候 也看不到你 所以我希望 从现在开始 我们可以有很多很多的合照 把我们开心的 不开心的 生活里面的点点滴滴 都留下来 你说好不好 一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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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来 来 一二三 茄子 来 准备一个人到这儿来 钓鱼不 钓鱼 特肥 特傻 特好钓 好呀 小盛星 你干什么 你不跟我拍两张啊 来 半天也不说话 偷得福生半日前 我在享受这个悠情的事 就不想跟我好好谈谈吗 休息日不谈公事 好过休息日不谈公事啊 其实一直忙于工作 我觉得常常忽略身边人的感受 尤其彤彤回来以后 我 我的这种感受特别深刻 刚才看到你跟你女儿相处的那个关系 就让我联想到 我跟萧萧这些年来 我跟她的关系 的确 我把我们俩关系处理得太草率了 我只知道用金钱物质 去弥补我过去的缺失 但我却忽视了 她内心到底渴望些什么 现在想要些什么 还有什么 做我做一个父亲 我得向你学习 做我父亲 你比我资深多了 其实彤彤过去十年都不在我身边 所以 我现在也开始学习 怎么跟她相处 算是一个磨合期吧 所以 如果我有什么问题 还得向你请教 张总监 我很欣赏你 能跟你交个朋友吗 我的荣幸 有动静 李卡 谢谢你邀请我来啊 应该的 你是这个案子的大工程 哪有 你不愧是猎头公司的王牌啊 你的临场发挥随机应变 和对事情的规划 以及远界 我都快自叹不如了 说得都不好意思了 要是没有你的帮助 拍拍这两个案子 怎么会那么顺利呢 他呢 有自己的做事方法和原则 我不过是舍点小聪明 你们俩很互补 人的未来谁也说不准啊 但是呢 要是为了一些 没有意义的顾虑 就退缩了 恐怕以后会遗憾的 你懂我说的意思啊 来 鱼汤好了 真香啊 我在那头就闻着香味了 来得正好 来得正好 来来来 把他们都给叫过来 去去去 尝尝我这个 张家祖传的调料 这是我妈亲手交给我的 配鱼片 完美 够鲜 够香 够鲜 够香 也够滑嫩 来 来 你尝尝我的鲜鱼汤 你这肯定是附近餐厅买的 然后再倒进去的 怎么会这么好喝 会聊天啊 好 等等 等等 我走了 走了 好 等等 回家吧 不行 不行 我们已经说好了 我今天要去他家住 他家有特别多 那个特别酷的专题 我得都听听 是吗 是吧 你得放心吧 大叔 走 走 走 放心啊 走了 好 你放心吧 我也帮你看着 可是你是老不着调啊 那是对你啊 没大没小的 快把 你喝酒了吗 没有 正好 奥利沃喝了点酒 你送他回家吧 你送他 好呀 好 走了啊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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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 老不着调 我觉得他喝了 他喝了吗 他老说我老不着调的 不管 让他找代价 没有了 没有了 段总 我联系了几家电视台啊 他们说等咱们这个宣传片出来 把最好的时段留给你选 对了 还有那个 张红勋说啊 休息日不谈故事 我联系了 那你们聊着 好 那你不觉得他们两个 真的挺般配的吗 段总 没想到您也挺八卦的 那你不也是吗 那你不也是吗 也 维卡今天告诉我 哈逸那天之所以会出现在公司 是你去睡伯格式的 你为什么没有告诉我 我是个猎头啊 你是我客户 做这些是我应该做的 有什么好说的 你知道吗 今天是这段时间以来 我最高兴的一天 因为今天 我看到了童童脸上的笑容 跟他的眼神 我从来就不是一个合格的父亲 他一直不在我的身边 从他回来以后 我跟他处得也不好 当然了 这段时间我一直在想方设法 努力弥补我跟他的关系 他似乎 也找不到好的方法 但是今天 他脸上的笑容 他就让我觉得 让我觉得 我还是很有希望的 当然了 我有今天这个处境 是因为之前 那段失败的婚姻 我一直在想 虽然陈晓霖变成今天这个样子 但说实话我并不怪他 更多的时候我在想 一定是我哪里做得还不够好 才会导致 我们的婚姻没有走到最后 但即便如此 我还是更感谢上天 因为有了这次失败的经验 我之后 一定可以做得更好 你今天做得很好啊 你今天做得很好啊 这个派对办得特别棒 我看到都觉得挺开心的 彤彤肯定也是 我听维可说 这个派对是 端潇潇帮你弄的 真的挺好的 你应该好好感谢他 是 我是应该感谢他 我要感谢的有很多人 我特别想要感谢一个人 他总是在我身后 默默地付出 他甚至都不愿意告诉我 但除了感激之外 我对他更多的是心疼 我特别心疼他 我心疼他 他的处境跟我一样 离了婚 有一个小孩 还要工作 我心疼他 出去应酬的时候 还要被客户吃豆腐 然后还要努力说服自己 要当一个坚强的单亲妈妈 我特别心疼他的善良 只要与经验 你可能学生 都会有一个事 都会完全自动 最重要的天才 对 你不要不认识 我只肯定会有染 你 去替他做点什么 美杨 你能告诉我 我有什么资格 去心疼你 我只是为你做点什么 我们在各自的生活里面 都经历得太多 我想 我们应该很清楚 接下来彼此要追求的是什么 所以 你愿不愿意给我一个机会 让我站在你的身边 为你做点什么 你愿不愿意给我一个机会 跟你一起分享生活里面 所有快乐的 以及不快乐的时候 你愿不愿意 让我做你的男人 好 好 我 你 你 我 你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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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天来我们家吃饭吧 我给你做我拿手菜 好呀 那回去啦 我看你进去 拜拜 我看你吃饭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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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